随着春天的到来 4月的电影市场也迎来了恐怖片的盛宴 在这个充满惊悚氛围的月份里 几部备受瞩目的恐怖片新发布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冲击 备受全球影迷瞩目的《布莱尔女巫》 系列电影即将迎来一次震撼的重启 作为开创了伪纪录片 是恐怖片先河的经典制作 该系列将由恐怖片制作领域的佼佼者 Blumhouse公司的老板和制片人 Jason Bloom亲自操刀 携手业界翘楚诗门影业共同打造 此次重启的消息 在最近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盛大电影 产业会议CinemaCon上正式宣布 引起了业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然而尽管影迷们对这部芯片的期待之情 异于言表 但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 任何关于剧情细节的线索 这无疑给芯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让人更加好奇和期待 作为Blumhouse与诗门影业多部 电影合作计划中的开篇之作 这部新版《布莱尔女巫》 无疑将承载着双方 对于经典恐怖IP的重新 诠释和再创辉煌的期望 Blumhouse公司一指 以制作高质量低成本的恐怖片而闻名 而诗门影业则在电影制作和发行 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 两家公司的强强联手 无疑将为新版《布莱尔女巫》 提供强大的制作保障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Jason Bloom作为芯片的制片人 将与2016年版重启版《布莱尔女巫》的 制片人Roy Lee携手合作 两位制片人在恐怖片制作领域 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实力 他们的合作 无疑将为芯片注入更多的创意和活力 Blum在谈到此次合作时表示 他非常感谢原作制作人Adam Fogason 和诗门影业团队 给予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他坦言自己一直是 布莱尔女巫计划的忠实粉丝 这部作品独特的恐怖录像构思 让他深受启发 他认为《布莱尔女巫》 不仅为伪录像恐怖电影类型 开创了先河 更成为了一种真正的文化现象 因此他对于能够参与到 这部经典作品的重启中感到